今天咱们来讲的算法叫做支持向量机 可能大家之前也是听过这个算法 叫做一个SVM 那这个支持向量机可以说 咱们先说一下背景吧 支持向量机可以说是机器学习当中 非常牛逼 也是非常重要一个算法 但是今天这个角度来说 咱们来吹这个支持向量机就不太合适了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支持向量机在一二年之前 它的表达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取得了很多近人的成绩 一会儿咱们再看这个算法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为什么说SVM这么受大家的一个喜爱 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那为什么说现在这个支持向量机不如以前火了 因为现在支持向量机遇到了一个对手 谁啊 神经网络吗 可以说原来一二年之前 基本上支持向量机一统天下 现在卷进来一个神经网络 那是不是说神经网络来了之后 支持向量机又不用了呢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直播说咱们应用的场景 应用的业务不同 我们使用的算法也是不一样的 那咱们接下来要来看的就是 关于这个支持向机啊 既然说它这么牛逼一个算法 那它牛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这页课的核心 给大家从头到尾的去推一遍啊 支持向机由零开始啊 怎么样得出来最终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支持向机啊 还重要在一个什么程度啊 不光啊 是当咱们使用的时候啊 用的是比较广泛 其实呢在面试当中啊 大家就是这些面试官啊 最愿意扯啊 最愿意问这个问题 还是这个支持向量机 所以说啊 咱们今天学这个算法啊 咱们要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方面啊 这个东西我用的时候 我该怎么用啊 得把原理知道吧 那接下来我们要找工作 我要转行 要去做这个机器学习 你说别的算法啊 什么回归 随模现任回归啊 什么BS啊 这些啊 问不问没准啊 看面试官的心情 那有一个算法啊 肯定是必问的 就是这个支持相机 所以说啊 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SBM这个算法 不光呢 在咱们之后的一个使用 还在啊 咱们之后转行啊 面试啊 鄙视啊 等等 一系列的坎当中啊 我们都要去度过啊 这样一个坎 行啊 然后刚才推了几句啊 咱们接下来 落到我们的核心 支持相机啊 是什么东西 那首先呢 咱们之前讲机学习啊 大家发不发现 我们的一个套路是什么样啊 是不是说好像是 我们先啊 说在实际当中啊 有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把这个问题呢 转换成一种数学上的表达 数学上表达完之后啊 我接下来就要想 我该优化什么东西啊 我有一个目标函数 接下来呢 沿着目标函数去做 不就可以了吗 其实啊 支持相机啊 也是这个套路 我们还是啊 由咱们的一个实际的问题 来进行一个展开 首先呢 咱们来看 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咱们看右边这个图吧 那咱们先说 支持相机是干什么的 它是一个分类任务吧 而且呢 跟那个逻辑回归啊 比较类似 它呀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 二分类问题 那二分类能做 多分类能不能做呢 显然也可以的 咱们先拿二分类啊 进行一个推导 那我们要干一件什么事啊 既然是二分类 咱们来看 在我右边图当中啊 是不是有两类点 一类点是这个红色的 一类点是这样一个黄色的 那对于这样两类点来说啊 我要干一件事啊 非常基本的一件事 把这两类点给它分得开 这不就完事了吗 那现在啊 一个问题来了 你说把这个点分开 我这么画一条线 那么画一条 再这么画一条 一共啊 我画了三条线 画三条线 好像来说 你不就要做一个分类任务吗 那我三条线 我都给它分得开了 没什么区别吧 你看上面这个中间这个下面这个 都能够使得我的边界给它分得开 那你说现在这三条线 表达效果是一样的 还是它们之间啊 谁更好一些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我们不光啊 要找到这样一个决策边界 还要来啊 评估一下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 有多个决策边界都能够去做分类 那什么样的决策边界是最好的呢 我们都要知道这样一个答案吧 我们要找的肯定要找最好的那个决策边界 然后咱们来看吧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什么样的决策边界是最好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呀 这个数据本身很难分呢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看我比如随便画一个 这是圆圈在外面 叉叉它是在里边 这样一个数据啊 你说分钱很难分吧 你得分一个里层 分一个外层 这样数据呢 分起来啊 本身难度就较大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策略呢 其实啊 是有这样一个方法的 知识相机当中啊 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 叫做一个核函数变换 这个核函数变换啊 可以非常容易 帮咱们区分这样的数据 这个也是机器学习啊 不是 这个也是知识相机当中啊 最核心的一部分 一会儿呢 讲到时候啊 大家会看到核函数啊 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变换的 第三点 第三点 我们来看 我们说这个东西啊 理论上是可行的 好像说 我说的东西啊 理论上可行 但是实际上呢 实际指什么啊 你的计算机能不能实现出来啊 你的代码能不能运行出来啊 计算复杂度怎么样啊 实际应用效果可以吗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吧 那知识相机啊 大家可能一听 第一个感觉 这个东西 R复杂的一个东西吧 是吧 大家可能有这样的感觉 那这么复杂的一个东西啊 显然来说 计算量也很大吧 这么大计算量 我们的电脑可以吗 咱们一会儿再来讨论 这样一个问题 那我的目标是干什么啊 咱们刚才是不是提出来几点啊 有要解决的问题啊 其实都是要解决的问题 有一堆啊 要解决的问题 那继续这样一个问题啊 咱们就一步一步开始吧 看一下咱们怎么样啊 把SAM进行一个解决 所以解决啊 就是给它进行一个推导 推导出来啊 咱们的任务就完事了 来看吧 首先啊 这个图就是知识相机啊 它最核心的一部分 我们来说这样一个事啊 就是之前我在解释的时候 我说是左边一类点 右边再一类点 然后画角色边界 大家可能感觉没有那么直接 那咱们把这个问题啊 说的更狠一些 现在啊 我们就在两军的一个边境当中 那左边有一堆地雷 右边也有一堆地雷 我现在啊 那么看 咱们现在啊 就是说这是一种雷 然后呢 右边这又是一种雷 我现在啊 在雷区当中 雷区当中啊 我要开辟出来一个 我大部队可以前进的一个方向 那你说 你要开辟出来一个方向是什么 你是不是让你的大部队 不能碰着这个雷啊 那走吧 咱们来看 左边这个图和右边这个图 首先第一点 我要能够使得这两种雷完全分得开吧 这是我的一个前提 要分类能分得开 第二个呢 在能分类的基础之上 我让大部队通过吧 大部队通过的时候啊 那就不像咱们一个人了 一个人你可能沿着这条线 慢慢走完事了 大部队嘛 是很多人啊 很多人他是不是容易碰到边界啊 什么是边界 咱们再来看 这是边界上的一个雷 这也是边界上的一个雷 一旦碰到这样一个雷 是不是就给摸味了 就这意思别大了 是吧 那我们来看 左边这个图 我说了 我画了这样一个边界 右边那个图呢 我画了那样一个边界 那你说咱们的大部队来了之后啊 你是要左边这个呢 还是要右边这个呢 可以显然啊 咱们看出来 我应该是右边这个边界好吧 为什么 他不光啊 把这两类点分得开了 而且呢 我们分割的这样的一个边界 他很胖 他很大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我们要做分类 并且呢 在分类的同时啊 我让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边界啊 他能够越胖 能够越宽越好 那为什么咱们要让他越宽啊 其实上呢 实际意义啊 就是说 咱们现在干什么 我是拿训练级进行一个训练吧 训练级训练 我想得到这样一个边界 那我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接下来的目标 是不是说 我要在测试级上 他表现得好才可以啊 那在测试级上 他该怎么样进行表现 咱们可以想 对于这样一个点来说 如果说这一个点落到这样一个位置 或者是再往里一些 是不是他就达到这样一个边界了 那我的目标什么 我的目标显然说 咱们的边界的泛化能力 应该越强越好吧 这个呀 就是说 我的一个容忍程度越强 能够使得分类越精准吧 你看这个决策边界它越大嘛 这里啊 就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啊 我们的雷区 以及呢 我们的大部队 什么意思 说白了 在知识相机当中 我希望决策边界 应该是越胖越好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啊 举了一个物理上的含义啊 咱们在物理上 不是说了一下 我们做这个事啊 它的一个目的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接下来啊 我们就来看一些数学了 这里咱们来看 我这个边界啊 是由什么决定的 咱们是由这些雷来决定的吧 那你说 我要非要问大家 你说这个决策边界 它是由雷当中的哪一个决定的呢 你看 其实啊 咱们在这里 这是最边上的 这是最边上的 那你说 我这个边界跟什么有关啊 显然是跟 离它最近的那个雷有关系吧 这个就是离我最近的这个雷 然后呢 对右边来说也是一样的吧 还是要找哪个雷 它离我是最近的啊 这些都是我现在的一个目标 那接下来啊 咱们再来看吧 有了这样一个目标之后啊 我该怎么去做啊 是不是说 现在你得算 哪个雷 离我这个决策边界是最近的呀 怎么算呢 咱们有这样的一个 距离的一个计算 这就是我们的那边 再来看看 谢谢观看